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以往空战要塞不同的是 其要塞内部也为空战区域由上中下三层组成 中层为守护神将所在处 上下两层布满了联通要塞内外的密道 作为地标性建筑的弗拉德斯要塞 位于南部卡塔拉姆的草原中央 在任何地方都能清楚地看见要塞的面貌 传统的堡垒式设计使得弗拉德斯要塞更加的一手难攻 是IN4.0三大要塞中最难攻陷的要塞 除了热性澎湃的要塞战 本次4.0的更新还为喜欢小规模团队作战的玩家 准备了全新的基地战 基地战的玩法基本与要塞战相同 只是因为基地战是为小规模团队作战而设计的 为了突出对抗感 守护怪物并不是特别强力 因此人与人的对抗变得尤为重要 有效地占领基地也会对要塞战产生一定的助理 新增加的基地分布于永恒之塔各个新老地图 夺取基地成功后不但可以获得基地的传送权限 进行各种资源的补给 更是可以在基地内兑换功勋装备哦 在永恒之塔封测湖中的玩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巴森要塞和希鲁斯要塞的体验哦 官方专门邀请了知名的指挥带领大家一起体验 据说GM也会参与到要塞体验的活动中哦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永恒之塔4.0情报站的全部内容 我们4.0版本《血战枪神》的专题节目也要告一段落了 不过没有关系 所谓铁打的游戏流水的版本 等到下个版本出来时 又是你我重逢日 我是小薇 大家不要太想念我哦 拜拜 拜拜